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屏东恒春基督教医院的这个五楼的病房内 这里呢主要是未来要当复健室的 不可以看到呢现在呢这个里头满地的碎玻璃 那么在旁边呢都有用一块木板挡起来 就是呢这一间病房里面的这个强化玻璃 在早上呢一阵强风吹来之后呢 突然就被吹破了 所以呢整个雨水也都打进来 那么这里呢主要是未来要当这个复健室的 目前呢是都还没有有病患住在这个里面 那么副院长我们可不可以稍微谈一下 就是说早上那个时间点是一阵强风吹来 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大概大概在差不多八点八点左右 那个风非常大的时候就把这个原来残化玻璃就把吹破了 然后我们人员就尽快就是用木板门 先把这个门顶住 然后大概是维持让雨水不要进来 但是让我们的病患无论是急诊住院都可以维持顺畅 都不要受雨水 所以那个时候是有听到声音还是怎么发现的 我们我们巡视发现的 巡视发现 因为这里都没有住人 就是先放器材 是是是是 好像不仅可以看到呢 这一次小犬台风所带来的灾害 连医院呢也成为受灾户 还包括了除了病房之外呢 在一楼的这个新旧大楼之间有个通道 这个门窗呢也被这个墙风给吹破 所以呢地面上整个都是碎玻璃 也是呢 这个通道旁边的这个门所它破裂所造成的 那么现在呢 医院也要请这工人呢 希望能够呢 包商尽快的安排时间来做维修 不过暂时呢 对于病患就医都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以上是目前来自屏东的最新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